位于苗栗竹南火车站旁的旧仓库 原本面临被拆除的命运 在管表设计师徐家明夫妻的努力下 经过翻修 变身竹南地区新的文创据点 展示在地职人的工艺作品 为65年的老仓库注入新的生命 手工打造身高两尺半的块木钢弹机器人 竹编手工艺品以及在地陶一家的作品 在明亮的空间展出 这里原本是旧仓库 现在摇身一变 成为文创新据点 木头丸表设计师徐家明夫妻 一直想为地方创生尽点心力 花了半年时间将老旧仓库整修 没有过多的修饰 仅仅恢复老屋原有的特色 我个人就非常喜欢松烟跟滑山这样的气氛 那这种运用旧空间 然后再做创生的这个 这种空间非常的羡慕 也希望我们苗栗也有这样子类似的空间 转型的空间 展示自家的品牌 本着对地方文化的热情 徐家明夫妻广邀在地职人在这里展示作品 希望家乡的工艺能够被看见 我已经有这么棒的空间 我想要跟他们一起分享这个地方 然后我觉得今天不仅是 让我这个空间更有可看性 相对的 大家也会认识到说 原来竹南这边有这么多 这么棒的工艺在这边 我心里很高兴 所以说这样说 让我可以自由 为自由发挥 我想创作更多的东西放在这边 空间让我很放心 而且他们夫妻做人又很诚恳 一直认为文创都是 大都会才有文创 那这个小地方如果能够带动起一个风气 那也无形中把这个地方的文化的 这个层次也稍微的拉高一点 那让年轻人参与度进来 现代年轻人忙于生活消费 几乎忘了怎么欣赏美 运用旧空间赋予新面貌 让在地青年与公益职人 在拥有历史文化的老仓库 激荡出新的火花